这是神仙的世界 但你永远不想来 因为这里男尊女卑 男人只不过是女人的玩物 只能没日没夜地伺候女人 如果想把她 立刻就会被打 在这里 男孩从一出生 就是全家的耻辱 从小 即使男孩考了100分 也会被嫌弃 乖 你别上我 钱是要留给妹妹读书的 知道吗 而长大后 一旦稍微穿到露骨 就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几个流氓把她调教了一晚上 在残教上 男人才明白现实的残酷 如果到了25岁还没出嫁 就会被带到 直男改造中心训练 训练后男人们会乖乖听话 每天洗衣做饭 在这里的男人毫无地位可言 过24岁深入的铁男 只想上桌吃个饭 但却被亲妈举报 当场带走 铁男的是当文讯巨手 势必要把她救出监狱 可在这个女权世界 男人要想当家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铁男进监狱后 更是被四个女教官 日夜不停地调教 好惨啊 但四人铁了心反抗 于是他们对天杀水结盟 可下一秒就被兄弟出卖 当场被抓 伤透了心的三人 被带到了直男改造中心 想逃 但24小时都有女兵看守 铁闸一班 大人好不在夜 这是我见过最幸福的军营 但却没一个男人愿意来 因为这里的男人毫无尊严 进来第一件事 就是被教官洗白白 然后集中训练 毕修课就是如何讨好女人 你看他的语气多么熟练 我们男人终究不过是 你们女人的玩物而已 所以即使每个教官都毕业羞花 总教官更是美美美 但男人们依然想要反抗 一会儿门开了 咱们就冲出去 咱们沈香里壮 他们拦不住他 但门一开 三兄弟不得不宁寻他忌 换上新衣服后 大壮十分不开心 因为这挡住了他引以为豪的胎记 于是三人标新立意 开创新穿法 大帅更是嚣张地说 怎么办 看来只能暂时屈服于女人的淫威之下 三人为首几天后终于得到结果 墙是空的 于是他们偷偷藏好扫子 七月五分开手时成功挖出了一条通道 大帅开心极了 这就是自由的气息 但下一秒他就被发现 原来他们只是挖到了另一间牢房 而且还被女教官抓了个阵着 但教官正好是铁男的妹妹 他想起哥哥的遭遇 毅然决定帮助几人越狱 可刚走出门三人就被举报 没几下大帅就被打倒 还被女人们团团包围 面对女人大帅总感觉有点不好下手 而就在这时 大小姐驾到 打这样的女人再也没人骂我了吧 而且男人一球上去却被直接打飞 在这个女人的世界第一次男人运动失败了 总教官一怒之下把他们绑了起来 还给他们注射了女人针 这下三人都成了娘套 在这绝望的时刻小美又出现了 她表示自己就是铁男的妹妹 来当教官就是为了救出哥哥 但早了半年还是没有半点线索 于是她把希望寄托在大帅身上 祈祷他能成为考试的第一名 然后进入总教官的房间透走那里的铁血针 一旦注射后就会变得力大无穷 英勇无比 这样才能救出铁男获得自由 伴随着小美的补习大帅进步飞快 考试果然也拿了第一名 可小美也暴露了身份被抓了起来 还被改造成了金刚芭比 为了兄弟为了心爱的女孩拼了吧 晚上教官一袭红裙进行女人味 烛光焰火红酒佳人 一时间好不暧昧 大帅很快就被推倒 两人准备进行人生大和谐 但这时总教官突然晕倒 原来他在酒里加了蒙汉药 事不宜迟 大帅立马开始行动 可当他打开保险柜才意识到被骗 你是在找这个吗 手下门纹身而入把他包围 眼看大帅就要被抓走 紧要搬头闯进一个女人 原来他就是被改造的小美 即使被改造也没让他迷失心智 他带着大帅一路猛冲 两人在出口被抓 想出去只能靠打 可人实在太多 没一会儿他们就落了下风 危机时刻 大帅意外注射了铁血针 他变得无人可打 强悍无比 直接一路过半两样将众人击退 然后威胁总教官把小美恢复正常 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女人陷入了城市 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 因为在这个国度 没人能抵触流言蜚语的压力 但如果让你生活在女人堆里 你愿意吗